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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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喜欢这个地方的土地的味道 就是从来没有开口过的一种清香味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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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以后呢 eviden歌曲 aunque我国在安国 除非红镜与点栏目 护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即是本末倒置 但剛剛我看了這條 我之前介紹過《厲害了我的國》 其實電視劇也有電影也有 我真的很感動 但為什麼一個這麼歌功順德 體現我們中華民族是多偉大 體現祖國是多強大的電影 為什麼突然間昨天要下架呢 這套片知道怎麼說嗎 中國今年有三大發明 以前是四大發明的 火藥 紫藍針 現在三大發明是什麼 第一 港珠澳大橋 是自家的技術 第二 高鐵 第三 韓武遼寧號 我先不說你 你這個韓武遼寧號 是買夠別人烏克蘭以前的賭船 再買賭船 你港珠澳大橋我覺得很厲害 你這些防波堤 那些靈怨式的擺法 再加上你這個會飄移的人工島 會沉降的鋼管 再加上一些會造假的棍營土 你真是世界上最好溫 然後你那個高鐵 只要又會出軌 公自鐵又會變形 這三大發明 我相信 這三大發明 這三大發明 是可以絕對令地球人死傷無數的 你想想 你高鐵炒車出軌 他那時候說 溫州那輛車 跌了下山 那輛洞車 然後港珠澳大橋 又沉降又飄移 2.71都要維修 即都未開湯就要維修 如果條橋動一動 然後斷了的時候 又死了很多人 再加上如果遼寧浩 出去打的時候 他未打那場仗 然後才 可能不小心捉招陸沉的時候 他漏出來的那些柴油 真是和及世界 真是三大武器 遼寧浩是無人來的 連戰狼二 吳京 雖然傳媒未賣到 看到很多網絡都說 戰狼二現在的人想看都看不到 這是網絡的消息 同海行動 不是 戰狼二 吳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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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突然會有這麼多 這些厲害的 我的國戰狼系列要下架 之前你不是打飛機自須自來得很厲害嗎 因為現在就告訴別人 有些人聽到大話 蓋不住 只是拋不住火 就算你控制這個對互聯網 我下星期的淪陷都會說 或者世界 習近平自給做烈根 發表很偉大的 speech 即是說要那些講話 謙說講話 就說要推倒 好像當年推倒柏林圍牆那半場一樣 就是那些貿易 大家不要自我保護主義 當然啦 你說要推倒半場 推護保護主義 你先推倒中國的防火牆 讓人自由上網 現在被特朗普打到你頭零零 好了 我們中國 都會繼續跟進他的消息 特朗普這下 即是不得你不服 那些左膠 你媚於形勢不懂事 那你們真的可以收檔 這樣好了 沒錯 我們又播了一條片 這條片我覺得這個真是勇士 真是義士 真的我覺得是很敬佩的 通常遲些會做烈士 我很敬佩他 先播一播片 真的想哭 因為我相信 以前我相信一句話 明不與夫 得夫不與關真 我惹得不該惹的人 法民批評紅毛藥酒 是毒藥的譚秦東 被機壓三個月之後獲取保候審 他接受內地傳媒專訪 想起第一次入題審室 譚秦東被內蒙古警方跨省逮捕 並且被控以損害商品聲譽罪 他起初拒絕認罪 但鹿肉之苦令他都動搖過 我想我女兒 我想我爸爸 我爸爸七十歲 我爸爸是真月十三的生日期 整個真月十三 我整整哭了三天 每天都是在其內心面 你們不知道3月12號 我媽媽過來看我的時候 摸摸我的時候的時候 我真的 好想 好想 好想哭 其實看手裡 也想自殺 真的 如果說你做無罪便 可能對我更不利 你就不要做無罪便 他說你保證聽我的好一些 我們沒有能量跟他多下去 律師胡定峰認為 有罪辯護比無罪辯護更難 但另一個由警方推薦的代理律師 就建議譚秦東認罪 而那個律師曾經擔任 紅毛公司的法律股民 然後我覺得他一直沒有作為 另外就是他不停地跟我們灌輸這些 比如說他對方勢力多大呀 他說你有好幾個媒體打電話給這個辦案單位 他們都很不高興了 你這樣的話到時候判一個兩年半 我說王律師你作為律師你應該比我更清楚 這個案件最高刑罰也就兩年 最後令譚秦東堅持下去的 是在獄中仍然不斷出現的 紅毛藥酒電視廣告 譚秦東估計是因為紅毛公司正準備上市 所以抓他來殺雞警候 經過這次事件之後會繼續相信正義的力量 至於曾經被封為神酒的紅毛就成為眾辭之敵 不單功效受到質疑更加被爆出至少三個 為藥酒站台宣傳的醫學專家 其實是紅毛的公司董事或股東等等 國家藥監局已經擇成紅毛公司解釋藥酒的安全性 並且組織專家研究將藥酒轉為儲方藥的問題 這個真是疑事 不過我先回答網友 Simon上來的節目 他說如果美國美帝這次攤牌小事牛刀 中國捱得過大家怎麼看呢 我怎麼看局勢呢 我個人的預測 6月301的調查就會佔息完結 他們就說要按程序在世貿內 透過本身的程序中美一起去談 中國傳媒就說美國也有些退讓步 特朗普商人他要什麼呢 利益 他就是要利益 其實他也不是自在你什麼人權 那些 說真的 不會關心這些 嘴巴會說的 你實際上不會怎麼做的 人權這些是用來要脅你 讓你開放市場 最重要是讓美國佬 讓他多取一些利益 因為他最怕什麼 你開放市場之後 好像現在你汽車 那些外資股份的比例不限制 怕你外資進來 給你技術之後 即是外資賺錢 他就踢你走 他怕會繼續發生這些事 其實他只要 你遲些6月 你劉鶴、王岐山 你看現在一間中興就已經這樣了 遲些華為又玩完 小米又玩完 不到你不跪下 一跪下 他就在談判上 要給你多一些利益 美國佬就收貨了 所以我說真正的貿易戰 我從來從D1開始說 是不會打得成 所以大家心良出現 股市大跌 我預計都是不會出現的 不會的 特朗普 他懂得怎樣 去拿著春袋 令到你習近平 金正恩 喊叫 喊痛 但這些商人都懂得 見好就收 那好吧 講回這間 這條罪我第一次聽 損害商品聲譽罪 如果香港有這條罪 我們的台應該要不斷舉報很多不同的人 當然 中國的罪名是陳速他不窮的 尋釁知事當年也很新 這些罪名他每天想 損害商品聲譽都可以做一條罪 還可以判兩年 怎麼搞的 真是 什麼世界 T2聽回第一節 我說中美假貿易戰 就是真科技冷戰 冷戰當然 特朗普就很快贏了 還有中興那些事情 本來去年 已經放寬了給你對中興 其實那些全部都是藉口 根本是要打夠你很多藉口 你買什麼技術給伊朗傳媒對藉口 即是想要出師 又不是他這樣解 即是那些人不用看到他那麼重 那好了 講回這位譚秦東 我覺得真是他英雄 一個人 令到現在紅毛 就被人去踢爆 他最初都說他最初被人抓的時候 他怕得賴尿 是連到三天睡不著不著 不停哭 為什麼 我老婆又亂 我女兒只有幾歲 我還想看著我女兒 每年過生日 他再想清楚 不是啊 他這瓶酒真是吹水不抹嘴 如果有人 因為信了你的功效 喝了之後死了 或者病了他怎麼辦呢 最後他良心就戰勝了他自己 他犧牲家人犧牲他自己 所以我想問 那些連叫集體總辭都說 你鬼是共產黨 尹兆堅 泛民主派決決之流 你說什麼犧牲呢 你就跟昨天順利村那幫工人 那幫保安 你就跟這位譚秦敦比你沒得比 你跟李旺陽的比你沒得比 你不要消費什麼李旺陽 消費別人 因為你是連人十分一的堅證都沒有 你看看你的教協 在你四十五周年的晚會 竟然就會找林鄭月娥做主禮嘉賓 你說什麼抗爭吧 死了他 人家李旺陽臨死之前都說一句說話就是 什麼劈套又撲起頭 你連說結束一黨專政都不能夠膽說 你還說抗爭 大使大家抗爭 林鄭月娥貼四隻就結束專政了 還以為好像很威 其實你在自我審查 你在退步 你怎樣跟人比 但我最不恥就是一邊你就退步 一邊就消費一些在中國或者在香港的義士 說真的 梁天琦當日說他吃人血饅頭 說他去鬼 現在好像你何秀蘭那些 當日你有份督灰 就說這個楊日朗 就是那個立法會外面 垃圾桶爆炸案的事件 你們真的不面紅的 你說譬如曾建超 因為由越華一向有聲援 有幫抗爭者 我們知道 你何秀蘭那些你面不面紅 那些你說現在你聲援 是不是近普選 你們就走來他聲援 當然梁天琦也是先走這條路線 他當日跟你們去會面 我覺得 這是梁天琦個人的選擇 他為香港犧牲很多 就算他找楊岳橋的師傅做律師 都沒有問題 現在他道歉也沒有問題 這是他個人的想法 但我覺得 當日你們有沒有為人血饅頭 說梁天琦那班是鬼 收共產黨的錢 你言論有沒有道歉 或者有沒有最基本的收回 做人是有承擔有擔戴 當然沒有 當日你說錯話 或者你今天推翻當日的說話 就是出來交代 給人家道歉聲明 不用聲明 說回一句對不起 對不住 對不住 很難嗎 然後不要就梁天琦聲援 很多旺角按其他意事 或者抗爭者你就不聲援 做戲都做全套 沒有聲援 旺角那麼多的意思 他們認識也不認識 你也不理下人 真是 有些文物奸雲 曾建超也有做 我們就知道 有話 當然講契弟 現在台灣國民黨 看這條片 國民黨 看看怎樣給習近平 爸爸 他怎樣訓話 怎樣乖乖地去聽習近平說話 反正 他去評審 他要不太多 甚至在與習近平說話 他會有問題 究竟然想只能夠 搞定 大附近 很瘋 而且你本身 應該如何 我們應該共同來推進 祖國和平統一大業 共援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 歡迎你們 中國國民黨 墮落到這樣 難怪我看到謝忠祐的死海 他都嘔血了 去朝見這個 對習近平的掌握 習近平不說話 嘻嘻嘻嘻 後面拍手 笑容 眼睛出來 我屌你老母 你國民黨不是要反攻大陸嗎 不是要光復去中華嗎 這幫混蛋到你真是奴才 你去做什麼 習近平是獨裁者 你對於獨裁者 你不示威不請願 你怎麼可以做契弟 喂 當日李飛來香港 我都說你那幫泛民主派 見李飛 不要整個契弟殺手九頭 一對比國民黨 就更加像白鶴 第二個做契弟都不重要 你國民黨是一定不可以做契弟 只是共產黨才令到你 要逼到你去台灣那裡 你現在就把一個敵人 真是收家 認賊作父 真是認賊作父 如果你說親民黨那些算不重要 你國民黨就是不可以這樣做契弟 你看到剛剛的姿態的片段有什麼分別 再出一張圖 一幫國民黨的精英 去到大陸 看出這張圖201 你看看 中國國民黨青年精英 大陸訪問團 還有殘體字簡化字 喂 你那些標著我們畫的精髓 正體字精髓去了哪裡 還要紅底白字 是不是 哇 要不要拆鞋拆到這樣 你是藍營 你嘛 用藍底或者藍字行不行 你媽媽 還要用上共產黨的紅色 你整幫國民黨精英 你知不知醜 我就跟你說 有時候很多國民黨 現在的人 我看到有些非叔也好 公安長度也好 都是擦共產黨的鞋 說共產黨就行 結果中國國民黨 是墮落了很多 看到這些照片 看到這些片段 還可以用殘體字 看到他們很開心 還要用精英兩個字 來練習自己 你們醜不醜 派餅給你這幫柴奸 哇 你看到真是反胃 你看 再對比一下譚秦東 你們選的是什麼 給一點點骨氣 你犧牲了自己 犧牲了家庭 和你抗爭 而你這幫國民黨 是 曬劑屎 下次 你不知 未進過職場已經很迷磨 不知道怎麼辦 針對即將入職的朋友 或是從未試過入職的新鮮人 MIHK.TV 在來後的5月12日 舉辦一個職場的分享會 分享會的主要內容 會跟大家講解 找到自己適合的工作之外 更加要如何短時間 提升自己的能力 自信心 最重要就是有特別的 兼工技巧 當日會由我做什麼銀行的主持 謝利去主講 另外我請了兩位特別嘉賓 包括KC Sir和鱷魚 跟大家分享一下 時間就會在當日的下午2點至4點半 兩個半小時而已 費用就是580元 如果你現在很不滿意你現在的工作 或者你一直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記得去MIHK.TV報名